双击桌面上的QuickSV图标已打开QuickSV软件 使用设备控制工具箱里的缩放工具来放大被测误的影像 缩放影像时必须按住滑鼠的左键布放 单击相机自动对焦工具已让视频画面清晰 用激光束位置控制器来移动激光束 用布长工具来调节激光束的移动布长 单击激光束自动对焦工具 使激光计较在被测误表面 单击工具栏里的显向按钮已打开显向视窗 切保没有启动仿真模式 切保所有的硬件设置正确 切保所有的采集参数设置正确 若有任何更改必须单击应用按钮 单击工具栏里的设置模式 一切换至设置模式 单击处理菜单里的新的对准 四个小栏圈出现在视频画面上 把激光斑移动到被测误表面的核实位置 再拖越小栏圈到激光斑上去对准 光斑和小栏圈对准后 单击右键小栏圈就会变成小绿圈 当四个小栏圈都变成小绿圈 就表示对准过程已结束 完成新的对准之后 下一步就是测试对准 单击处理菜单里的测试对准 然后单击视频画面上被测误表面 每一次单击光斑都自动移到鼠标位置 这表示测试成功 要进行测量 必须单击工具栏里的扫描模式按钮 以切换至扫描模式 单击工具栏里的定义二维网状按钮 以进入图形编辑模式 然后使用二维网状工具箱里的工具 来编辑被测误的几何图形 几何图形编辑完毕之后 必须把图形三角形化 再一次单击定义二维网状按钮 以退出图形编辑模式 扫描点定义完毕 这次的演示 我们使用QuickSV手提供的信号发生器 来启动振动器 要开始扫描测量 仔细单击工具栏里的 开始扫描并自动对焦按钮 扫描测量开始后 扫描测证仪会从一个扫描点 到另一个扫描点 逐个采集数据 扫描测量结束之后 软件将会自动切换到分析模式 单击平台按钮 选择峰值所在的平台 完成后再单击平台按钮 当选择好通道函数显示 再单击启动动画按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